欢迎您再次回到 好险有你的单元 那么这个单元 我们依然请到的是 个人健康保险顾问安娜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安娜好 佳怡你好 我们刚才说了很多 有关这个个人保险方面的问题 截止日期 千万不要忘记是2月15号 大家都要赶快把这些资料 准备好了送过去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当然要问华兴保险 当然了 我们这边有拿到 最多最多的case 那也许这个在您看起来 可能是非常棘手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case呢 可是在我们这边 其实真的已经处理过 很多的疑难杂症 这所谓见怪不怪 是的 那另外我们和加州全保 还有每家保险公司 都有专员来联络 所以说有了很多问题 可能您自己打电话进去 保险公司告诉您 保单你是cancel的 或者你的保险从来没有生效 但是我们这边 其实都会有专员 是他们的supervisor 或者他们的upper manager 我们都会有一些专人 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系 来看一下 到底是您的保单有问题 还是他们里面的工作人员 有问题 这太贴心的服务 让我们其实觉得 非常的舒适 而且我们不需要太担忧 很多事情 一年365天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要担忧的了 因为新年一到了 我们要开始报税了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清楚 还要去解决个人健康保险的问题 似乎有的时候就有点一个头三个大 不过你们还是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是 华兴保险是做保险经济 不是报税专家 所以说今年从2014年开始 个人健康保险和报税上面的确是有联系 那我们在这边只能为您提供从个人健康保险的角度 会出具哪些税表 那可能拿到这些税表之后 所有的专业的会计 就是包括报税的问题 可能还是要咨询一下专业的会计师了 那今年2014年我们就有讲 如果你买保险的话 就2014年不会有罚款 否则会有1%的罚款 会有这样子讲 那到底政府怎么样来看 我有没有保险 我到底是买了几个月的 那我还是说 可能我只是买了一个月或者三个月 政府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虽然你们不是这方面的 可以说是会计方面的专家 但是你们是保险方面的精英 这方面两个可以融合在一起 帮我们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是的 对 那这个加州全保是在1月底 2月初的时候 会给所有的民众发一个tax form 叫1095A 那现在有些民众可能 现在准备要报税的时候 会计师也有讲 你要不要去找你的保险公司 先要来这个表格 那首先这个表格是加州全保 Cover California发出来的 不是保险公司发出来的 那这个form里面呢 会详细写的 你在这个加州全保 购买的健康保险 是从哪一个月开始买的 那截止日期呢 当然是12月31号了 如果您中间没有中断的情况下 可是是算照我们开始买的第一天呢 还是算生效的第一天呢 算生效的第一天 那基本上生效日期呢 就是1月1 2月1 或者3月1 都是1号开始 那如果您的保险是在renew的阶段呢 您的这张表格上会写着 termination day是12月31号 您不用担心 您的保险还是有的 只是这个form是 这个for tax reason 它会写的是2014年度 所以是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作为停止 那这个表格 不要太紧张 对 不要太紧张 那另外这个表格里面 会写着你家庭里面 所有成员在加州全保购买的详细资料 那比如说呢 我是夫妻都有在购买 那每个月你的保费是多少 原价多少 政府给了你多少的政府不住 那包括最后你一个月 实际付多少钱都会显示在里面 那如果你的孩子呢 要是在medical里面呢 这个资料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那它只会写出来 是谁有购买加州全保 那你收到这个form之后呢 你可以先看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personal data 都是正确的 包括我的名字呀 生日呀 social啊 地址啊 那包括我配偶的名字啊 还有包括 是不是我这个12个月 它有写在里面 那或者它是不是少写了我几个月 那这个呢都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 要怎么办呢 那第一呢 你可以直接联系加州全保 那第二呢 当然可以联系我们华星保险了 那不管您是不是我们的客人 有收到这个表格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欢迎您可以来问我们 那我们这边呢 都可以来帮您看一看 是不是可以直接能够帮您解答 那如果不可以的 那我们也会联系 我们这个加州全保那边专员 看看你最快的时间 来帮您解决掉 太棒了 那如果要是对于 有关罚款这方面的问题 似乎没有第一时间 申请到这个个人健康保险 要面临一个罚款的 这种问题的话 那要罚多少钱呢 好我们现在在报2014年的税 那如果你2014年度 没有购买健康保险 罚款是你全家年收入的1% 作为罚款 那2015年度 如果你要再没有购买的话 罚款是double是成倍 变成你全家收入的2%了 天哪 那对啊 虽然罚款是小 但是呢 其实这个是针对的是 相当于你的一个保护伞了 那我们大家都不希望 有事情发生了 但是一旦有事情发生的话 有一个健康保险 at least会给你一个保障 你不会是觉得 这样的一个几十万 几百万的账单 会让你倾家荡产 有一个健康保险在这边 当然还是最安心的 是啊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如果要是个人薪水 非常高的话 那你就要付更多的这个罚款 所以得不偿失嘛 不如就赶快买好 这个个人健康保险 不要有这种 让自己好像有不安全 或者不安心的这些问题 所以有一份保险 是多么可以说 让我们有所保障的一件事情 当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不要忘记 要去联络华星保险 OK 我们休息一下新闻广告 马上回来